您好,我是Kennix,来自AWS台北办公室的云服务支持工程师 今天我会为各位介绍如何解决CloudFront的HTTP回应标头中 没带出Access Control Allow Origin的问题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查 CloudFront分配的缓存行为是否允许查看系使用HTTP Options方法 为此请依照下列步骤操作 登入AWS主控台,切换到CloudFront控台 接着开启本次您发生问题的分配 选择行为选项卡 选择发生此问题的附近模式 然后选择编辑 对于允许的HTTP方法 选择Get,Hat,Options或Get,Hat,Options,Put,Post,Patch,Gleet 选择除存变更 接下来,我们需要确保CloudFront有将对应的Course标头转发给原 登入AWS主控台,切换到CloudFront控台 接着开启您发生此问题 HTTP回应标头没有带出Access Control Allow Origin的分配 选择行为 选择发生此问题的路径模式 接着点选编辑 在缓存键和原请求的设定区块中 如果您是使用Cash Policy and Origin Request Policy 请依照以下步骤 缓存策略点选创建策略 此时会在新的分页开启创建缓存策略 输入策略名称 并依照您的需求设定对应的最短、最长以及默认的TTL数值 在缓存密钥设置 选择标题 并从下拉选单中选择包括以下标题 接着从添加标头的选单 勾选您原本就会使用到的标头 以及以下标头 Origin Access Control Request Method Access Control Request Headers 依照您实际的需求 调整查询自算符 以及Cookies的设定 调整完毕后按下创建 再次回到行为的分页 按下选择缓存策略旁的更新按钮 接着从下拉选单中选择刚创建好的缓存策略 接着按下保存变更 在缓存券和原请求的设定区块中 如果您是使用Legacy Cache Settings 请依照以下步骤 在标题的下拉选单中选择包括以下标题 接着新勾选以下标头 Origin Access Control Request Method Access Control Request Headers 接着按下保存变更 最后我们可以使用中单机或命令列 运行下方Curl指令 验证Course标头 如果Course策略已经生效 则该指令会返回类似以下的回应 感谢您观看来自AWS的技术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